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月 温泉 禅宗 农耕 多种自然人文元素汇聚一地的宜春明月山成为江西省热门的网红打卡地 而在虫鸾叠杖的大山中 美食家们则在奇石云海中探索出了美食打卡地 来自山水之间的食材仿佛也沾了点仙气 好 今天开始直播做五字茶 家人们用你们发财的双手帮主播点亮一下这个免费的小红星 红星走一走 人火九十九 46岁的乐文秋从小就住在明月山脚下 以前她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 外出务功谋生 如今却回归大山 将大山中的生活点滴通过手机向屏幕另一端的网友们分享和展示 小夫小义 走了 我们出发了 好 走了 在众多短视频社交平台上 记录返璞归真的原生态生活方式的视频内容备受网友推崇 这次乐文秋为了直播极难寻觅的天然隔根 已经做足了前期勘察和准备 现在正是酸桶干出产的季节 挖山货的山民们随手一摘就能拿来解渴 明月山秀丽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 当地老百姓安熟不同食材的出产时间 乐文秋带着一种自信寻找今天的目标 他就像逛自家菜园子一般随时都能发现美食 这个好吃 快乐很简单 就是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说每天这山里找着这些美食 挖挖山货 还有唱唱歌 还有这么多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 现在在一起非常开心 春天里山民们最渴望挖到的宝贝 是生长在深厚土壤中的隔根 它不仅是一味中药 也是本地老百姓钟爱的食材 现在已经到了季节 再晚了 那个隔根就不行了 它就长叶子了 几个小时的苦苦寻找 乐文秋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隔藤 这个好像就是那个隔根苗 这个是隔根 这个好粗 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毛有用的 就是粉狗 如果是那个没毛的就是这种碗藤 它是专门做绳子用的好扎实的那种 那种没有毛的就没有粉 就看到这个这个苗有这么粗 我估计的好大了 先把它都找到 露在外面的隔藤 是乐文秋判断隔根大小质量好坏的 首要且唯一标准 发现既定目标后 乐文秋迅速驾起手机 进入了准直播状态 先摸清隔根的大小和生长走向 在清理隔藤刨去周边的泥土 刨土不算难事 但是越往下挖 乐文秋越是小心翼翼 哇 不得了 这里又发生一个好大的 你看一下 哇 个兜兜这么粗 这下面这个隔根肯定真的好大 看到露出半截的隔根 它的动作逐渐放慢 生怕伤害到隔根的一分一毫 哎呀 真的是个宝贝啊 我摸着它好有感觉 就感觉摸到我儿子那个头一样的 真的 好亲切的感觉 因为我也喜欢挖隔根 就是说这个隔根挖起来还可以生吃 而且那个味道非常的好 等下我挖起来七点的给大家 你们可不要缠着流口是哦 我跟你说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力挖掘 一根一百多年的巨型隔根 最终出现在他们眼前 勒文秋激动地通过手机把好运气分享给粉丝们 这是我挖隔根 从2014年到现在 7年是挖过最大的一个 破我的记录了 对于大山的馈赠 山民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里的生态 隔根把它回填一下 因为再种回去 以后我们再来挖隔根的时候 又可以挖 这个像这么大的估计 20年后它又吸掉好汉 挖出的隔根 勒文秋会保留一部分埋回土中 任它继续生长 这也提醒着其他山民 不要打扰此处的隔根 它需要修养生息 今天的收获颇风 这可把勒文秋高兴坏了 接下来制作隔粉的环节 也是它直播的重要内容 山外的粉丝们期盼着勒文秋的行动 通过手机 关注着山里人家的生活方式 为了追求隔粉的纯正味道 明月山人一直沿用着古老的制隔工序 先去除表面的泥巴杂质 保留隔根皮 皮中丰富的一黄铜和隔根素 是隔根粉最有效的成分 如果要想把这里面的隔粉 全部给提炼出来 最少要8到10次 这样反复地砸 砸了一道水里面拎干 拎干又砸 经过粉碎后的隔根 样子虽难看 但只有这样才能将隔根素 和一黄铜彻底分离 把敲碎的隔根放入水中 让淀粉全部沉入水底 反复过滤之后 粗纤维和杂质被完全过滤掉 经过干燥 就获得了纯净的隔根粉 山里应季出产的山货 都会成为乐文秋 分享给粉丝们的内容 粉丝们亲切地称呼他 秋叔 他最火的一条视频 共收获了近十万次的点赞 数百万次的点击量 从那时开始 他正式开启了 网红农民生涯 日子越过越好的 乐文秋注意到 周围很多农户家里的土鸡蛋 原生态大米都销售无门 于是他开始用自己的网络渠道 帮这些老乡们卖土特产 叔叔 你家里还有土鸡蛋吗 好 今天要来你家里收取材 有人下单了 好 叔叔 刚好 这给我销一点 好 好的 好的 下次剩了好多 我打电话给你 好 好 仅在去年一年 乐文秋的山货网络订单 成交金额就近三十万元 亲爱的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秋叔又开始激播了 互联网拉近了城市和农村的距离 现在直播带货 样样精通的乐文秋 不仅帮助老乡们 迅速找到了农产品的销路 也满足了城里人对于山野生活的好奇 小日子在乐文秋的细心呵护下过得很乐呵 当过厨师的他时常用拿手好菜给妻子秀恩爱 隔粉晒好后 他做了妻子最爱吃的隔粉丸子 每一颗里都饱含对生活的珍惜 和对妻子的爱意 土里的隔根其貌不扬 却是山里人家餐桌上的至爱珍品 能够吃到很好吃的饭菜 这是最大的幸福 在明月山丰饶的山水之下 还有着更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山野美味 只有在此居住的人 才能用自己的智慧 挖掘出这片山水的每一处宝藏 明月山独特的地势地貌 造就了本地跑山珠的自然野性 这让刘峰父子俩找食材的过程 变得困难重重 红江号称明月山的美食重镇 最有名的当属腊肉 34岁的刘峰作为本地人 对从小吃到大的腊肉 有着一种不可割舍的执念 所以他毫无悬念地 干起了加工制作腊肉的营生 从小连家务都没做过的刘峰 决定跟着生活经验丰富的父亲 从头学起 学习过程中 少不了的是来自父亲 无情地否定和批评 当了一辈子会计的刘玉生 生性严谨 不苟言笑 做起事来认真负责 妥贴俩字 是对他生活工作的最佳写照 对儿子一拍大腿 就想要做的事情 他表示支持 却又有点担心 酷爱重型摩托的刘峰 性格大大咧咧 无拘无束 洒脱的刘峰 跟高冷的父亲 完全走了两个极端 刘峰 喜欢骑行带给他的自由不羁 风驰电车般的快感 但是 摩托车 这三个字在父亲眼里 简直是眼中钉 肉中刺 无论刘峰 如何放飞自我 父亲的一声吼 就能把他瞬间拉回现实 你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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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撒 有些撒摩托车 我爹个机会现在 我这个来就要不要 好好好 我就这 在刘玉生的人生字典里 靠谱是排在首位的人生信条 恰恰 刘峰非常容易心血来潮 缺的就是这一点靠谱 老父亲担心他对腊肉的热情 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一有时间 就会按住爱撒花的刘峰 把传统的腊肉制作要点 手把手地传授给他 在南方的农村里 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腊肉 明月山的山民们 为了保存肉类也不例外 这里的腊肉 看似和其他地区也并无差别 但是 本地特有的茶树茶壳 给了腊肉出圈的机会 大山的馈赠不只是原料 还有燃料 这一颗颗茎要剪到什么时候才剪得完呢 你要有耐心 你这东西都是这样的弄 这就是茶籽 这就是茶壳 你们年轻人要多学做点 油茶树 是明月山常见的树种 海拔900米左右的山坡上 随处可见它的身影 看似不起眼的树 却在山民们的生活中 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 茶籽 作为油茶树的果实 不仅可以榨油食用 剩下的边角料 茶壳子也无需浪费 经过挑剪和晾晒 便成为本地人 熏制腊肉的必备神器 猪肉经过15至20天的研制 才能用柴火和茶壳子熏制 挂在熏房的两个月之间 猪肉又将接受 每天24小时不停地熏制 在烟熏火燎中 完成自己成为腊肉之前的 最后使命 在茶壳的熏染下 植物的部分 和肉味彼此融合 不分你我 瘦肉在长时间熏制下 变成琥珀色 肥肉也逐渐透明 且泛着诱人的光泽 茶壳子成为这场 美味拉锯战中 决定腊肉色香味的 关键因素 慢慢这边不要放多的 放多的火腿 来牛煮成板 要迅速去猫于手里 在一个顺顺的台车里 给牛垫下来垫下来为处复 这都是东西哇塞 你要记得 好 刘玉生亲囊相授 他想把有关腊肉制作的细枝末节 都交给儿子 只要有空 他就回来巡视检查 刘峰总能被老爸抓住贪玩的小辫子 看来 下午五十块烧 你看到这个摩托车 因为你提起来的门事 搞得到一只 这只来这样 你不要去搞啊 摩托车就搞得到一只 被这个提起来的门事烧啊 我搞得到一个好 你硬是要成交为谁 要给你一个好个人生的 我说要关这个人 怎么生这个 不关这个人生的 这摩托车呢 你也要死 从制作腊肉到打扫卫生 甚至整理账本 每个细节的严格要求 让刘峰不敢怠慢 在他看来 老爸毒辣的眼光落在哪儿 哪儿就可能有问题 这事实大不清楚 你看地北的 我的身就大个 你这牙的大个都大得更清楚 我当我几十年个会计 你算中个水平 这么一点 你存记忆都能够到 虎父无犬子 在父亲的督促下 刘峰渐入家境 找到了经营的感觉 看着刘峰 把腊肉生意 做得愈发熟练 刘玉生打心底里高兴 但也绝不喜形于色 在他的脸上 很难看到满意的模样 为了减轻刘峰的工作量 也为了不影响白天 制作腊肉的进度 凌晨去屠宰场拉猪肉 成了刘玉生 心疼儿子的直接证据 父亲们很少用语言 去表达爱意 他们的爱 是不辞辛苦的付出 能做的绝不说 房前屋后的决菜 随手摘上一把 便是炒腊肉的绝配 一盘决菜炒腊肉 成了餐桌上 最有爱的食物 美食背后蕴含的 是亲人之间的 在意和挂念 好吃吗 好吃 这好吃 刘峰 早已成家立业 但在父亲眼里 他还是那个 长不大的孩子 刘峰父子 借大山的馈赠 传承着腊肉手艺 同样的青山绿水 也让陈香梅家的豆腐 成为本地老百姓 餐桌上的主咖 她的秘诀是 把水用到极致 陈香梅是家里的一把手 善于掌控全局的她 把丈夫和儿子 安排得明明白白 俩人为制作传统的 山泉水豆腐 做着前期的准备 房前屋后的好山水 是山民们创作生活的 最佳灵感来源 父子俩将寻觅好的竹子 整根砍下 保留粗壮又均匀的部分备用 将竹筒披成两半后 清理干净竹节处的障碍物 一个天然的管道 便悦然眼前 在南惹村 从山泉小溪饮水 是本地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 这里衣山傍水 远离喧嚣 保留着原始风貌的古村落 最容易就地取材 最后的南惹 距离县城四十公里 村民们沿着小溪 竹水而居 过着别具一格的山里生活 随着游客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起这个如世外桃源般的小村落 陈湘梅一家 在这里经营着一家农家乐 夫妻俩复唱复随 把农家乐经营得有声有色 他们还保留着本地最传统的 泉水豆腐制作工艺 是这里受到大家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赶得上农家乐的豆腐供应 也为了照顾乡亲们的味蕾 每次做豆腐前 在陈湘梅的指挥之下 丈夫意外生和儿子 必须确保做豆腐用的家伙事准备无误 水在许多人眼里再普通不过 对陈湘梅来说 却是造就美食的关键所在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她的豆腐在当地小有名气 俗话说 好水才出好豆腐 这里占尽了有力且必要的先决条件 明月山不仅有着潺潺不断的天然山泉水 复溪温泉在本地也是一决 在两千多年间 泉沿日出水量 可达到一万三千吨之多 水温常年保持在七十二摄氏度左右 无色无味不含流的温泉水中 含有二十多种微量元素 尤其富含锡元素 可饮可遇的优质水源 解决了周围居民用水需求的同时 也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 水好是明月山人的骄傲 也是陈香梅做出好豆腐的底气 将本地黄豆用泉水浸泡 石墨破碎 去渣 蒸煮 趁热点卤后的豆浆慢慢凝固 豆腐就做好了 这种豆腐细嫩甜润 散发着阵阵豆香 想要制作能长时间保存的梅豆腐 需要进一步排出豆腐中的水分 作为行家里手 陈香梅总是自然而然地 就当其老师教育其丈夫来 不好一点不好看 这里还没有做好 不这样子做 那个豆腐就一点都不好看 用木板和石头压实 等待水分渗出 数小时后打开 用刀切块 每块豆腐都弹性十足 品质上乘的山泉水豆腐 是陈香梅自信的来源 也让它能从容地追寻 自己喜欢的口味 具有本地特色的辣梅豆腐 就是其中一味 要制作出品质上加的梅豆腐 优良的水质 传统的豆腐制作工艺 以及特殊的发酵菌群 三者缺一不可 将切成小块的豆腐 平整地摆放在 铺满稻草的竹篓里 陪均三至五天 等待大自然施展魔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 豆腐上长出一层 细密的白色绒毛 这期间经过霉菌的繁衍 大量的微生物 激发出豆腐的活力 促使豆腐皮中的蛋白质 分解成氨基酸和一些风味物质后 豆腐表面变得橙黄透明 味道酸香气爽 将发酵好的豆腐 裹上辣椒粉放入瓶中 加入茶油密封 红彤彤的豆腐 在茶油中继续浸润发酵后 山泉水做的腊梅豆腐就做好了 费时费力 精心制作的腊梅豆腐 在农家乐 以示功不应求 客人喜欢 陈香梅就会觉得心满意足 在不忙的时候 她会要求儿子 开车带她去镇里菜市场 出售自家的腊梅豆腐 辣梅豆腐让陈香梅底气十足 此时的菜市场就是她的主场 出摊一个小时左右就全部受庆 这足以证明乡里乡亲们 对这一口的肯定和赞许 也许让人们始终能吃到 能记住传统的味道 才是陈香梅坚持不改传统的本意 辣梅豆腐是百搭的存在 可以炒菜拌粉 也可以作以一碗白粥 迅速成为简单而满足的一餐饭 隔根 腊肉 豆腐 看似稀松平常的食材 在明月山人的手里不断变换 在山野之间 他们勤奋寻觅 耐心琢磨 信守传统 他们将对生活的热爱 深藏于山川之间 也深藏于味蕾之中